送家具的车来了 开始卸货了 这个二手电器市场已经经营了有37年的时间 他们的每台洗衣机和烘干机都是被拆除了 然后清理干净并且进行全面的维护 还有冰箱也是经过全面的检查 冷凝器也已经新结过了 他们是用那种什么彗星和漂白剂来清洗他们的 然后把所有的都细节都处理得干干净净 所有的没有一点点瑕疵以后才把它裂出来 才把它们摆出来然后拿出来卖 当你看到的所有的洗衣机烘干机冰箱或者是 洗碗机等等这些家电的话都是经过彻底维修过的 所以说你打开里面都好像是新的没有用过似的 当你买的时候你就很激动了 所以说这个公司真的是我见过的最大的一间二手市场 二手电器市场真的是很大 而且服务就是一条龙 让你根本就不用担心你买了东西还需要什么东西帮你运到家 这些都不用担心我买了四样东西总共因为买的多嘛 所以说他只收了就是从公司送到家大概要开车二十多分钟 只收了我二十一块钱送到家还要保安好帮调室好 所以说这种体验是觉得很棒的感觉 因此我就把这个推荐给需要的 只在加州州府才有这种待遇 其他地方没有 那一块钱就能够起来一点点 你能够起来一点点吗 那一块钱那一块钱就能够起来一点点 它安好了以后还要把脚弄平 免得冰箱会摇 所以它弄得很稳 全部都安装好 这个炉子全部都是工作的 非常好 好棒 然后这个冰箱 冰箱跟我一样高 有一米七 有一米七 看里面好干净 看里面好干净 正在安装洗衣机和红干机 冰箱安好了 这个冰箱里面看得很舒服 看这边 现在很舒服 然后炉头也安好了 刚才已经试过了全部都工作 然后现在洗衣机 洗衣机和烘干机也安好了 可是这个地方堵住了 这个地方要找人来通 然后这个地方有个问题 就是这个插座 这个街头插座和这边的插座 不想匹配 所以说要重新换一个插座 然后这边就是洗碗机了 全部都是白色的 太棒了 好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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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